在室外走浪终于不用再被闷住 主席中心宣布从12月1号开始 可为555天在室外活动的时候就解除口罩令 不过来到室内 还顺必是把口罩给戴起来 因为在室内空间里面上面有天环板 四周有墙壁阻隔空气比较不流通 但室内口罩令也有在放宽 最新规定唱歌可以脱口罩 另外也开放宴席逐桌敬酒 这两项都是12月1号一起开放 而室内运动泡汤等总共六大类也都不用戴口罩 但是口罩还是必须随身携带 因为像是在车厢里或是在航空器里面 只要搭乘运输工具就必须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户外跨年或是延长会等大型活动 是否要戴口罩最快下周就会公布规范 而医院探病也在12月10号开放 每位住院病人最多可以有两位访客 每日一个食卵固定探视 同样在12月10号放宽的 还有出入境人数不再限制 未来指挥中心也不再天天开记者会 只剩每周一和每周四 其他天只发新闻稿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但指挥中心降级 还要看疫情流感化和防疫工作常态化 两项指标 新冠肺炎何时从五类降四类 也要看国内外疫情变化 都还没有确切时间 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时间 那只能说条件到了 那我们就会往这边去做 折中心若真降级也许记者会 只需要由机关署长负责 更传出现任指挥官王毕胜 将在年底接任桃园医院院长 他的回答内人寻味 谢谢大家关心 我套一句侯市长的这个金句 把握当下好好做事 28号本土新增10583例 境外76例 死亡41例 另外也出现 毕业点2.75家庭群聚 都是重复感染 也是本土首线 只有重新推估 下周将会是疫情低点 也会优先讨论通报定义调整 针对高风险会重症才通报 TBS新闻 学末界曹招人 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